國政我們只看到他50年 逐漸的變成了敗家庭 變成了惡事主 惡事主的特徵是什麼 惡事主特徵就是懂得花錢 不懂得管錢 揮霍無度結果弄到傾家淡財 這個就是惡事主的特徵 我們看國政他這些特徵都在哪裡 我看到我們看到花錢 我看我們看到花錢 我們的稅務很多 我們馬來西亞基督 每一個人要繳索得罪 索得罪都上繳到中央去 上繳到國政中央政筆 但是他給回我們多少東西 但是他花錢的之後 就可怕了 我們兩三個以前 我們在國會發覺到 連連國會聯邦政府要做什麼 還要把霸義來建新的國會大廈 霸義 霸義你知道可以做多少東西嗎 霸義霸萬萬要做國會大廈 為什麼要重建國會大廈 因為他說國會大廈就了 我們的國會大廈多少年 只有47年 1963年建好了 我們國會大廈的面積在裡面會議廳 大概就是我們回國裡這麼大 我們今天晚上做了多少人 我們今天晚上做了兩千人 國會大廈有多少個國會議員 兩百二十二個國會議員 只有我們今晚上的大概百分之十而已 這裡可以做兩千人 國會大廈 他會議提同樣的面積 我們做了二百二十二個人 他講說太小了 他講太小不夠做了要擴大 我們的國會議員像 沈銅金一樣已經算是大治療了 但是也沒有大過水牛啊 需要用霸義來建 擴大國會大廈 但是,我们的英国的国会,用了900多年,英国的国会大厦会议厅还没有我们这里大,比我们的国会还小,做了600个人,人家都没有嫌太小,我们每个做了屁股大了,大过水平的屁股, 所以要建一个比现在更大的国会,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太阳,不止,还不止,除了建议要建新的国立大厦,还现在不建作了我们新的国家皇宫,也花了8亿,现在已经上到12亿,做国家皇宫,给我们的最高颜主,我们最高颜主, 只有一个,作为回教徒可以娶四个老婆,即使他娶四十个老婆都够住,我们需要像大的国会大厦,但是这些暗示组,国政这些暗示组就是这样的太阳,来花我们人民的钱, 所以我们感到明不了了,我们感到现在,国政说我们要减低我们的今天,要减少开销,减少开销,为什么还要进行大计划,为什么不是减低人民的痛苦,为什么要起我们的电油,气油要起,面粉要起,糖要起, 面粉要起,面粉要起,为什么,这些就要人民的贵单,要人民的买单,但是呢,他进国会大厦,要进国会大厦,要进国家皇宫,进十二亿,这样的方式来花钱,这个就是不懂得作证的,这个证,不懂得我做了,所以,财力搞到这样的地方,现在要变成出口教化, 而且我们效果是很多的,我曾经跟大家讲的,我们的破产车也听过了,破产车大家知道,大多数人现在也开着破产车,没有办法了,现在还有海力同的笑话,我们都有的,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海力同的笑话, 我就应该大家可以记得,我们不久前,我们马来西亚向法国定了,两艘全世界,连苏联也没有,连美国也没有,连法国也没有,连中国也没有的潜水艇, 全世界只有两宗,美国,苏联,法国,中国,全部都不敢游的,只有我们马来西亚,苏兰乌苏鼎, 人家做潜水艇,我们也做潜水艇,不过我们做的潜水艇,是不会潜水的,是浮水的,叫做浮水艇,全世界只有两宗,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海的故事,坚强的故事,要大家有清楚,看到新加坡空军这么厉害,危险到我们, 我们也跟人家要买战机,飞机战机,要跟新加坡对抗,要跟泰国对抗,万一他们会打,我们也有战飞机, 所以我们战斗机,人家买,我们也跟着买,人家花几千万,一样花几千万,不过我们比较聪明, 我们把战斗机买来之后,马上先把engine卖掉, 而且当做水货在卖,偷偷卖到南美洲去,所以摆在那边,新加坡还会发抖, 因为我们也有战机,新加坡对不知道,新加坡对抗,我们已经把engine卖掉了, 这个是马来西亚,还有呢,刚才我讲的,海的笑话有了,天空笑话有了,还有陆地的笑话,我们也有了, 我们要讲中国,现在中国进步的非常快,六个月不到中国,再回去中国,我们就不要投了, 中国现在最出名是什么,火车,食谱火车,大家知道中国的火车非常快, 上海公里的已经是普通的事情,跑到四百五了, 试验的时候开跑到四百大,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到上海市区, 从广州到武汉,现在还有要从福建,永春到深圳,全部都是要用这样快的火车, 他们的火车都特别快,比日本的火镜,这个子弹火车还要快,跑四百多公里, 马来西亚,换了不回答案, 人爷呢买的, 人家买的, 人家买的,人家买的, 人家买的, 到台上, 所以人家买 人家去买火车头 可以跑400多公里的 像国外买 我们也跟着买 不过我们承认输中国一点点 人为新年 人为Second Hand 所以我买一下买Second Hand的火车头 人家的跑400多公里 一个小时450公里 我们买的Second Hand的 一个小时跑80公里 也是几千万 不过我们只能跑80公里 我就想了很久 研究了很久 问了很多人 为什么我们也花几千万 买一个只能一个小时跑80公里的 后来只想到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 因为我们开火车的驾驶员 他怕呢 开火车开得太快的话呢 会有Speed Train 警察会抓 所以最好跑80公里比较安全 然后只有买80公里 一个小时跑80公里的火车头 全世界最荒唐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 花几千万 买Second的火车头 竟然一个小时跑80公里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马来西亚 流落到这地步